夜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五色行者 生命电视台 真正的慈悲心是机动性的 当下立即的 身口意藏在慈悲的状态中 而不是有了状况才升起 我们每天的生活 最好从发愿开始 就是早上一起来 心中意念着归一三宝的心 发愿自己 一定要做利益他人的事情 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有了这样的发心 这一整天 就会成为修行的一天 慈善 美好 热乎乎的一天 如果你不了解真正佛法 修辞的目的的话 那么只会让你的修辞 变得更繁忙 更麻烦 甚至造成更多的妄念 那么佛法只会留于 教条式的宗教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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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佛法的意思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改变自己原来那个坏心, 转变成一个很好,很可爱心,很慈悲的心。 至少你能够变成一个有慈悲心和爱心的人,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天天烧香拜佛,上供求大慈大悲的诸佛菩萨保佑。 求的人太多太多了,诸佛菩萨忙不过来。 佛们、菩萨们很辛苦啊,赶着来求我们,做好人吧。 做一个发心清净的好人吧,做一个好儿子、好父亲,做一个好女儿、好母亲。 。 这个好生意。 朝天的状态会尽 Arkansas临酒,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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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在于你供养的物质是什么 无论是有主物或无主物 总之能够供养的东西腐蚀即是 因此重点不在供养物 而是在于那一面心 就算你真的可以准备上好圆满的供养 但也不一定如法 因为重点在于你是否有一个虔诚的信心 我们在生活中的确会遇到很多困难 工作、伴侣、孩子等等 很多琐事 会让我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但其实是我们自己把生活变得无意义 充满烦恼 快乐并不是外在的东西 也无法从外在得到 我们常说 最殊胜的财富就是知足的心 像这种知足快乐的心 就是我们本具的善功的 听优优独播剧场——词 пар targeting 悲心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观察而生起 重点是不要让大悲心变成口号 要打从内心生起强烈感受而引发大悲心 这时才算步上了大圣的修辞之道 真正发起心来 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 给予一切众生快乐 并且不伤害众生 欺负众生或嫉妒众生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我们应该认清显向世界 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盲目地贪执只会产生痛苦 我们应该思考 到底我所经验的现象是不是真实的 其实这一切都只是自己假名安利而造成的 因为自己的无名贪执 我们的无名贪执太强烈了 理所当然的 这会导致许多的痛苦 我们的无名贪执太深太厚 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善的本贪执太深太厚 善的本质并不是去变成另外一个人 而是让自己回到最自然原始的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同样有离苦得乐的心愿 本质上就是相互关爱的 但是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 产生了很多观念上的差异 也因此形成自他之间的距离 我们知道 要修持佛法不是压抑情绪或压抑烦恼 但在要生气时先想想 为什么我喜欢生气 知道称恨不好 为什么老是生气 为什么慈悲总是被我们晾在一边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 要跟自己的心好好做个研讨 不要放纵你的称恨心 任他要生就生 慈悲心 确实怎么都生不起来 后来 要生气 让他人都生气 去参加霸会 或是产生教会 动机会时 只会用心观察他人的错误 极少会观察自身 如能反过来 观察自身的行为与动机 则会有极大的帮助 总观来说 找他人的过失 隐藏自己的错误 不但没有设心的功德 反而会增长傲慢 这些都是子行非法的行为 忏悔的方法 首先是要能知错 对我们过去所造作的错误 我们要能知道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行的 之后要发心 发愿未来不再造作同样的错误 若是没有发愿 未来不再造作的话 就不算是完全的忏悔 音乐 什么叫做大悲心呢? 大悲心就是因为看到了众生的痛苦,心中生起强烈的念头,他们如果能够处理这些痛苦,该有多好,并且想,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 大悲心不是坐在那儿想,大悲心啊,祈求您在我心中生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所有中派的见解和理论,真正目的是在说明我们实修降服自行,通过实修并转变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们看到外在的事物都是不稳固的,弹指之间就可能有变化。 所以不要去追逐外境,转而向内去寻求真正的快乐,这非常重要。 由于我们没有安住在万法的地方, 所以总是被短暂迷惑颠倒的现象所欺骗 要安住在自心的本质中 既要了解因果不虚的道理 将所有的学习都应用在实修上 才能真的变知的佛国 心热且随喜一切善功德 如此将能对峙嫉妒 并能产生与行善者同等的功德 所以对一切善功德 我们都要无忌妒 无我慢的全部加以随喜 今天以佛法来升华 清净我们的心 将此珍宝贡献给世界 贡献给一切生命 经典时常提醒听法者 因怀有正确的发心和行为 解释起来可以很复杂 但是恶药来说 即是 一切所想 皆是为了众生 一切所做 也是为了众生 感谢观看 可取决于人 然无分老幼贵贱 只要带有利他之心 一切作为皆成为善 修持佛法 不是像填饱肚子 盖洞房子一样 马上就能看到效应 佛法是要养成习惯 是要在内心养成习惯 透过佛法的修持 能使心转变 让生活变得更好 自利利他 轮回就是不圆满 在不圆满的轮回中 大家能聚在一起 成就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是难能可贵的 要懂得珍惜 才能保持人 在不圆满的轮回中 因为他能懂得更好 在不圆满的轮回中 在不圆满的轮回中 而你自己是要 脑脑的轮回中 当然不圆满的轮回中 取决于佛菩萨的给予 而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 与行为的善恶而决定 因此不要放弱 随时保有绝照力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对某位丧失非常有信心 那么不管这位丧失身在何处 距离你有多远 只要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依这位丧失的教言而行 就等于时时追随在这位丧失的主流 归是心的归 而不是形式上的归 如果你归了丧失 却不依丧失的教言而行 那么这样的归是毫无意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华波 护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 华波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诗时要供焉供 聚花月 阿弥陀佛修胜功德日 善恶行乘一百万兆倍 慈悲之夜高雄分会 宗山书方 梁黄宝颤圆满日 继蒙山诗时 恭请赞山法师 赞将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 6月4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分会 宗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厄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供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之夜 基金会南投分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玉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上字下诚法师主法 日期5月15日星期一 到5月16日星期二 恭送大佛顶手 嫩严金 5月16日星期二 圆满日 下午三点 释放余节宴口 法会地点 起源疏食百会 素食餐厅 彰化县 圆林市 大同路一段 455号三楼 洽询电话 南投分会 零四九二五六一三一一 零四九二五六一三一一 草屯分会 零四九二三一五九九九 零四九二三一五九九九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传说中 从西元七百一十年 奈良建都后 当时藤原市的守护神 便骑着白鹿 迁移到现今的春日大赦 自此 奈良的路 就一直从那个遥远的年代 一代一代 繁衍安养神仙之今 成为奈良的标志 奈良的路 被尊为神的使者 受到百般的呵护 并被原本称为 天然的纪念物 不啊 在前往春日大赦的路上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四处自由走动 漫步在马路上 和奈良公园草地上 或趴或沃的路区 冬天的路在天生保护机制下 皮毛底下多了一层 过冬的脂肪层 使皮毛看起来有些杂乱 此时的路 连脸都变圆了 路群平日的食物 除了那两公园内的草叶之外 还有特别为路群制作的路线被 提供游客购买卫食 路线被原料 只有小麦米汤 不含任何的调味和油脂 是那两小路最爱的美食 没味道 可是没味道 它们的耳朵好可爱哦 那两谷都 毕竟多少烟雨风云 只有小路们的油油漫步 跨越了时空洪流里的动荡不安 为谷都平天了一丝安然平和 今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光听歌舞 不非时时 也就是持斋 或舞不时 随省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